无字天书被小和尚捡到 里面的动画片吓了他一跳 小和尚本想教功 但又舍不得 干脆踹进怀里 溜之大吉 晚上再拿出来敲敲看 这动画片也太好看了吧 小和尚忘了自己在床上 顿时手舞足蹈起来 谁知他的床铺竟然飘了起来 还连累到隔壁的床铺 小和尚擦了擦汗 探出脑袋一瞧 第二天 来了两个朝廷的人 他们把方丈给接走了 小和尚喊着方丈的名字 追了出去 难得他对师父的一片孝心 让他去吧 师父 方丈调转码头 就要去和小和尚道别 但没想到小和尚 居然跑向了别的地方 弄得方丈好尴尬呀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小和尚原来只是找个借口 跑出来玩 正好撞见一个小女孩放风筝 突然吹来一阵风 小女孩 皇上只觉得心窝子疼痛无比 他想知道到底是谁想谋害自己 原来这都是安国公在背后搞的鬼 昏君一死 天下就是我的了 他居然想自己当皇帝 一想到皇上活不过今晚 他就非常开心 正在得意的时候 上人突然发现 天上出现了一团紫气 他告诉安国公 是这团紫气 雇住了昏君 所以昏君到现在都没死 你还有什么办法 对付那个昏君 上人把一柄木剑 递给安国公 让他刺那个小人 皇上虽然没死 但已经只剩半条命了 他让石皇子代替自己 去接见东营大使 而石皇子却推荐了安国公 安国公一向处理国家大事 就派安国公去吧 皇上无奈 只得让安国公去 安国公大摇大摆地走进大殿 直接坐上了龙椅 东营大使前来拜见 安国公哈哈大笑 他告诉大使 我是安国公 并不是皇上 大使有点惊讶 安国公得意地告诉他 你是不是看到我坐在龙椅上 觉得很惊讶 因为皇上久病在床 我代为掌管朝政 我虽然不是皇上 但和皇上没什么分别 东营大使送给安国公一幅字画 作为见面礼 安国公欣赏着字画 哈哈大笑 东营大使却暗中掏出了藏在袖中的匕首 东营大使逃到石皇子的住所 他告诉石皇子 没想到安国公这老匹夫武功竟然这么高 我拼尽全力也不是他的对手 石皇子意识到情况危急 安国公要是狗急跳墙 后果不堪设想 他猜得没错 安国公早已急不可耐 当天晚上就闯进了皇后的寝宫 要霸占皇后 皇后想不到安国公这么大胆 但又无可奈何 只得骗他说 自己这几天来事了不太方便 好 我就多等些使用 我就不怕会得不到你 哈哈哈哈 安国公问上人 那昏君怎么到现在还没死 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上人叫他放心 昏君就快不行了 他活不过明天 为了谨慎起见 安国公叫人守住皇上的寝宫 任何人不得进去见皇上 石皇子单枪匹马想要闯进去 他心里明白 如果父皇驾崩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今晚无论如何也要见到父皇 还好皇上自己跑了出来 把他接了进去 石皇子叫皇上赶紧写诏书 把皇位传给自己 见皇上犹豫不决 石皇子非常着急 如果父皇不肯写诏书 万一江山落入奸贼手中 那父皇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 皇上被说动了 他哆哆嗦嗦地来到书桌前 开始写诏书 谁知刚写到石的时候 他就觉得天玄地转 喉咙干渴无比 石皇子刚离开 皇上眼前就出现了幻觉 他看到了一个小和尚 皇儿 皇儿 他赶紧趴在桌上继续写诏书 等时皇子回来的时候 皇上已经不知是死是活了 他急忙拿起桌上的诏书 发现上面竟然写着传位于十一王子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根本就没有地点 何来十一皇子呢 安国公突然闯了进来 他检查了皇上的呼吸 确定他已经驾崩 便拿起桌上的诏书 当看到诏书上的内容 他哈哈大笑 这昏君真是昏了头了 在临死前 居然把皇位传给一个不存在的人 这是父王写错 我们只有十兄弟 哪来的十一王子呢 安国公道祖是皇子 反正诏书上写的不是你 我现在怀疑你行刺皇上 冬赢武士要和小和尚单挑 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劈中了一只苍蝇 随后把刀递给了小和尚 小和尚淡定地走上场 冬赢武士仔细地检查刀身 说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小和尚却说 你当然看不到啊 我只是砍下了一只蚊子的小弟弟罢了 我不相信 除非你能证明给我看 小和尚指着天上说 你不相信 就去抓住他检查一下 你就知道了 冬赢武士恨不得把小和尚错谱扬灰 和尚们吃完饭就要回少林寺 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一个女人 把小和尚抓走了 女人要小和尚说出铁桶的下落 不然就扒了小和尚的衣服 让少林寺的颜面扫地 小和尚却满不在乎 说你尽管扒吧 反正我在河里游泳的时候也没穿过衣服 无所谓 女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他要好好地收拾这个小和尚 还好方丈及时赶来 他叫女人乖乖地把小和尚放了 除非你叫铁桶跟我拜堂成亲 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放他 方丈却告诉女人 你想得倒挺美的 铁桶是我少林寺的和尚 别说适合你拜堂成亲 就算是你要看他一眼 我也绝不允许 说着就要动手抢人 突然一个黑衣人从天而降 女人逃了出来 他告诉小和尚 如果找不到铁桶 就让你这个小和尚代替他 陪我过下半辈子 小和尚半路上却想溜走 女人很轻松就抓住了他 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黑衣人再次从天而降 把小和尚给救走了 女人举着火把 叫少林寺把铁桶交出来 不然的话就一把火烧了少林寺 不把铁桶交出来的话 我就把少林寺给烧了 和尚们恼羞成怒 堂堂少林寺 岂能让一个女人在此撒野 他们要拿下这个女人 黑衣人又一次从天而降 三两下就撂倒了这些和尚 拉着女人就跑 女人一口咬定黑衣人 就是她的情人铁桶 铁桶只得取下头套 女人掏出一本书 说是当年她写给自己的唐诗 自己一直珍藏在身边 铁桶拿起书 装模作样地念起了唐诗 女人被她迷得晕晕乎乎的 等女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铁桶已经溜之大吉 她被小女孩带回了家 要她住在自己家里 教自己念唐诗 但没想到她的老爸 也会念几句唐诗 女人两眼放光 她没想到这个东营人 也会念唐诗 柳生满头大汗 她告诉东营武士 刚才发生的事 东营武士却嘲笑她 人家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正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搞不懂你为什么会害怕 柳生义正言辞地告诉她 咱们不能为了贪图人家的美色 而做出违背武士道的事情 这不能为了女色 做出损害武士道的事情 半夜女人还没睡 听见有人敲门 打开一看 女人一脚把东营武士踹飞 她告诉她 你连汉语都说不标准 还念唐诗 好好的唐诗都被你糟蹋了 说完便关上了门 原来冷小凤独自来到京城 来找自己的男友高公子 谁知这里被改成了青楼 小姑娘涉事未深 不知道江湖险恶 以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好人 高公子 来来来 我带你去见她 老宝热情地请她喝茶 她竟然稀里糊涂地就喝了下去 结果就晕倒了 等她睁开眼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了起来 现在谁出价最高 她就是谁的了 她被现场拍卖 扔到了床上 男人正在宽衣 听见了敲门声 谁知刚开门就被人喂了一颗药丸 男人吓得魂飞魄散 对着冷小凤磕头如捣蒜 他出来就掐住老宝的脖子 没想到用力太大 直接把他给掐死了 冷小凤在街头碰到了公孙策 公孙策告诉他 其实他要找的高公子 就是当今的石皇子殿下 他已经被打入天牢 过几天就要被问斩了 话音刚落 便被一根竹竿刺中 冷小凤拔出宝剑 就要和两个刺客拼命 但双拳难敌四手 危急关头 一个黑衣人从天而降 击退了刺客救了冷小凤 冷小凤想去天牢 救石皇子 可石皇子却在天牢里饱受折磨 九位皇子痛骂了石皇子一顿 他们刚出来就受到 安国公的盛情款待 安国公非常高兴 他说九位皇子表现得非常好 要敬他们一杯酒 而九皇子看了看酒杯 却不敢喝 安国公问他为什么不喝呢 九皇子刚要解释 其他八位皇子立刻捂着肚子 倒在桌上 安国公哈哈大笑 站起身来就拧断了九皇子的脖子 未免夜长梦多 安国公派人要杀掉石皇子 可就在这时 安国公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 若杀石皇子 我必杀你女儿 信封里还有半只手镯 这正是自己送给女儿的手镯 安国公急匆匆地赶到天牢 就醒了石皇子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云见飞倒的鬼 他用美色勾引了安阳郡主 并伙同师妹棱小凤一起骗他 说要启程去杭州玩耍 希望他能一起去 人家郡主怎么敢离开京城呢 谁让我不敢啊 云剑飞告诉郡主 你爹不让你去 你也去不了啊 我又不是被关在天牢 他现在管不了我 云剑飞说你爹现在派人四处找你回去 那可怎么办呢 那可好玩了 他要找我 我骗我让他找到 郡主乔装打扮成一个老头混了出去 而云剑飞却让他们俩先走 自己去办点事 等办完事再去杭州找他们 他找到了老宝的尸体 割下一个指头 送去给安国公 让安国公放了十皇子 如果不放 就杀了他女儿 安国公气急败坏 他下令 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也要找到郡主 而此时的郡主正在杭州游玩 遇到杭州之府强抢名女 他出手教训了他 并告诉他自己是郡主 惹毛了我 我就叫我爹灭了你们 杭州之府留了个心眼 派人暗中监视他们 而安国公这次收到了一只耳朵 他毫无办法 为了自己的女儿只得放人 可就在这时 有郡主的消息传来 安国公立刻赶到杭州 包围了客栈 把冷小凤抓了起来 救出了女儿 他将计就计 把冷小凤和石皇子捆在一起 放在装满炸药的车上 云剑飞骑着马来接石皇子 却意外地发现师妹也在这里 他意识到上了当 但却不肯离开 固执地要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 安国公哈哈大笑 他拉开弓箭就要引爆炸药 危急关头一个女子从天而降 正是安阳郡主 他威胁他爹不要过来 不然就引爆炸药 只不像你 你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他们顺利地逃了出去 云剑飞感谢郡主相救 郡主却说 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你 你却欺骗了我 云剑飞向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 是你得了仁义 我却失去了孝道 我恨你 我永远恨你 贵贵娘娘 你干什么 不可以这样子的 男女瘦瘦不亲 而且小僧又是出家人 不可以这样子的 原来 小和尚打扮成小太监 在皇宫里瞎逛 希望能快点找到老和尚 他路过一间佛堂 看见一个女人正在拜佛 求菩萨保佑我的孩子 平安无事 我一定要找到他了 他好奇地问女人 为啥要哭呢 女人告诉他 自己的孩子丢了 小和尚自靠奋勇 要替女人找孩子 女人却告诉他 你只要帮我找到 少林四方丈 帮我带个口信就好 小和尚问他 为什么不亲自去找呢 女人说 我不能随便离开这里 是不是有人盯着你啊 女人叫他别问那么多 一定要找到少林四方丈 小和尚刚出门 就碰上了两个太监 其中一个太监 要去给老和尚送饭 小和尚使出少林功夫 将他打晕 夺走了菜篮子 他冒充送饭的小太监 去给老和尚送饭 小太监 你上来 我是来给大师 送摘菜的 见着吗 老和尚见到小和尚非常高兴 小和尚告诉老和尚 有一个叫刘贵妃的女人 让我给你带个信 他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等小和尚睡着了 老和尚开始写信 他心里明白 小和尚是十一皇子的身份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如果泄露出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把信交给小和尚 让小和尚把信安全地 送到刘贵妃的手中 这封信关系重大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 刚要出门 就遇上了安国公 老和尚急忙让小和尚藏起来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老和尚说 自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能走到哪里去 安国公问他 之前你到皇宫来 是不是要和我作对 老和尚说 是皇上要和你作对 现在既然皇上已经驾崩 我一个人还能翻起什么浪 安国公希望方丈 以后不要和他作对 老和尚叫他放心 现在我已经没有了主心骨 以后将不再参与朝廷的事 安国公决定放了老和尚 他们前脚刚走 小和尚后脚就跑了出来 他熟门熟路地去了佛堂 把信交给了刘贵妃 贵妃娘娘 眼前的小太监 就是你的孩子开心 为了他的安全 切勿相忍 马上想办法 带他离开皇宫 贵妃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小太监居然就是自己的孩子 他激动地抱住小和尚就亲 小和尚吓了一跳 他告诉贵妃 我们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 男女瘦瘦不亲 而且小僧又是出家人 不可以这样子的 小和尚欣赏着贵妃的画像 却被师兄们抢了去 正好碰上了大师兄 大师兄打开画像一看 竟然是个女人 他问这是谁的画像 师兄们都指着小和尚 大师兄告诉小和尚 你作为一个出家人 怎么可以私藏女人的画像呢 简直太不像画了 说着他就要撕毁画像 小和尚见画像被撕坏 立刻火冒三丈 他使出无字天书里的绝学 把这些和尚教训了一顿 然后默默地捡起破烂的画像 逃离了这个地方 到了晚上 小和尚把画像挂在墙上慢慢欣赏 却听到方丈在说梦话 小和尚好奇地竖起耳朵 想听听他说什么 方丈说 他现在非常痛苦 有一个大秘密藏在心里很久了 但是又不能对小和尚说 小和尚越发地好奇 问方丈是什么秘密不能对他说 小和尚开心地手舞足蹈 他万万没想到 画上的贵妃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他悄悄地离开少林寺 溜进了皇宫 却被安国公的手下发现 他被带到安国公的面前 安国公告诉他 只要你告诉我 你和画像中的女子是什么关系 我就把画像还给你 小和尚骗他说 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 跟他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安国公对他说 好吧 既然你和他没什么关系 那我就去把这幅画像烧了 小和尚急了 叫安国公不要烧 他是我娘 安国公哈哈大笑 他带着小和尚去找贵妃 并把画像给贵妃看 他告诉贵妃 有一个较开心的小和尚 拿着这幅画 溜进了皇宫 口口声声说要找他的娘 可这皇宫之中 怎么可能有他的娘呢 他竟敢在这皇宫里如此撒野 这种犯上之罪 应该问斩 贵妃承认小和尚就是自己的儿子 他告诉安国公 先皇里有一诏 把皇位传给十一皇子 而我的儿子就是十一皇子 也就是说 他是当今皇帝 你敢动他一根寒毛 安国公哈哈大笑 等他再次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两个手下被点了穴道 小和尚已不见了踪影 小和尚冲开了穴道 想要走 可这老头却偏不让他走 还点了他的穴道 他从小和尚的怀里掏出一本书 满怀希望地打开一看 却立刻瞪大了眼睛 不愧是无字天书 什么都看不懂 他让小和尚教他无字天书里的武功 只要练成了里面的武功 他就是天下第一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七 老头发现不对劲 他对小和尚说 这根本就不像无字天书啊 小和尚告诉他 你说得太对了 刚才我们只是在热身而已 突然小和尚觉得肚子不舒服 说要去大便 他装模作样地蹲在草丛里 无意中发现了一条蛇 他灵机一动 叫老头过来抓蛇 等老头走近的时候 立刻把蛇扔到他身上 老头吓得赶紧扔掉蛇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小和尚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和尚刚回到少林寺 朝廷就来人了 安国公告诉方丈 却叫开心小和尚出来 我们接他回去 登基当皇帝 方丈却说他不在寺中 可很快就被打脸 小和尚自己跑了出来 安国公赶紧抓住他 说要带他去见他的娘 小和尚告别方丈 坐上轿子 赶去京城 到了皇宫 小和尚就被要求学习宫廷礼 太父告诉他 在祭祖的时候 必须行三跪九寇之礼 小和尚让太父做个示范 太父说自己已经年迈 不方便下跪 小和尚却说 你作为老师 应该以身作则教我才对 太父只得颤颤巍巍地 给他做示范 等他磕头的时候 小和尚却趁机溜走了 安国公来找贵妃 见小和尚果然和贵妃在一起 他告诉贵妃 太子今天必须跟我回去 小和尚不愿意去 他便强行带走了小和尚 贵妃来找安国公 却被他点了穴道 他们搬来一把椅子 把他扶到了椅子上 我把你逐出师门 你不再是恒山派的弟子了 不 师父 废柴少年云剑妃 被逐出师门 临走的时候 还被掌门挑断了脚筋 废掉了武功 他被扔到山下 自生自灭 这一切都被一个女人看在眼里 他居然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他用脚狠狠地踢着地上的少年 好像在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随后 女人打扮成了一个老太婆 划着一条小船 好茶好水地伺候着少年 可没过几天就来了一伙人 他们绑架了云剑妃 郑主 请跟我们回去吧 原来这个女人竟然是个郡主 她当去除了伪装 突然杀出一个女人 凭借高深的武功挡住了这些人 她让郡主赶紧逃走 郡主扶着云剑妃就跑 他们上了一条小船 却遇上了激流 双双落入水中 幸好被神医所救 神医给云剑妃把了脉 她告诉郡主 这小子死定了 已经就不活了 郡主一听这话非常伤心 她守在云剑妃的身边 泪如雨下 神医却去接她的眼泪 还未给云剑妃喝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云剑妃居然醒了过来 神医告诉郡主 刚才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你不要见怪 这要有了眼泪作为药引 才能够起死回生 救活这个小子 云剑妃发现自己全身都不能动 郡主问神医 这是怎么回事 神医告诉她 这小子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是他全身骨骼经脉禁断 又被废了武功 以后只能瘫痪在床 度过余生了 郡主问神医 有没有医治之法 神医却取来一根柳枝 她告诉郡主 我要用这根柳枝替她接骨 郡主不敢相信 随后神医就来告诉郡主 已经接好了 郡主赶紧扶云剑飞站起来 她发现她的骨头怎么那么软 摇摇摆摆的 根本就站不住啊 她问神医这是怎么回事 神医说 可能是柳枝太细了 这样吧 我再用粗一点的树枝试试看 神医扶着云剑飞走了出来 她告诉郡主 我已经为她续好了精 郡主叫云剑飞试试 能不能自己走路 云剑飞刚要走路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就像一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神医心虚的说 我实在是找不到人精 只好用猴精代替了 几天之后 郡主闷闷不乐 被神医看见 她问郡主有什么心事 郡主告诉她 我喜欢云剑飞 可她却不喜欢我 她只喜欢她的小师妹 神医对她说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 这是心病 我给她换一颗爱你的心 保准她以后只喜欢你一个人 怎么样了 好了好了 她再也不会像她的师妹了 真的 不信 你看看 郡主见云剑飞果然和之前不一样了 她非常高兴 便问她还记不记得她的师妹小凤 小凤 嗯 好 郡主吓得立刻 逃走 她问神医为什么会这样 神医告诉她 我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呀 为了让她忘掉她的师妹 我给她换上了一颗狼心和一副狗肺 郡主急忙告诉她 我不要她变成这样 你赶快替她换回来 就算她一辈子想着她的师妹 我也不想她变成这个样子 剑飞 没听见了 原来云剑飞刚才是装的 她告诉郡主 我对师妹只有兄妹之情 而我真正喜欢的人是你 娘 你怎么了 娘没事的 娘 你怎么好得那么快啊 娘刚才是忘了把妆上好 贵妃有事要出去 可小和尚却满脑子一问 她悄悄地躲了起来 等到贵妃回来的时候 小和尚决定试探她一下 她假装走了出来 做出要摔倒的样子 让贵妃过来扶一下自己 贵妃不知有诈 在她靠近小和尚的时候 小和尚一把扯下她脸上的面具 我早就看出你不是我娘 原来贵妃是假的 小和尚撒腿就跑了 她要去找她的娘 正好碰上了安国公 扣遍皇上 小和尚命令安国公 把这个女人打入天牢 安国公却无动于衷 她告诉小和尚 我已经把你的娘关进了天牢 只要你乖乖听话 好好地做你的皇帝 我自然会把你娘给放出来 小和尚却说 你干脆把我也关进去吧 这样我就可以和我娘团聚了 安国公告诉她 既然你这么名顽不灵 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救命人把小和尚压进天牢 贵妃没想到儿子也被关了进来 她背喜交加 可小和尚却推开她 说别装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娘 肯定又是安国公那老贼派来的 一旁的郡主让她看仔细 她确实是你娘 小和尚这才仔细地端详 小和尚想到了一个逃出去的办法 她让郡主假装上吊自尽 贵妃大声呼叫守卫 守卫担心郡主的安危 赶紧开门进来 小和尚趁她毫无防备 把她打倒在地 趁此机会 他们逃出牢房 关上牢门 把守卫反锁在牢房里 等逃出来 他们才发现迷路了 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不久就被官兵包围 小和尚使出少林功夫 保护自己的娘 趁着官兵不注意 小和尚拉着娘就跑 他们逃进了御花园 躲在一棵树下 他们被雅公公所救 可还没缓过气来 雅公公就跑来告诉贵妃 安国公正在皇宫里搜查他们 必须马上逃 他们逃到黄绝寺 本以为安全了 可没想到住持慌慌张张地跑来 他告诉贵妃 安国公快要来了 叫母子二人赶紧逃走 他们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小和尚喝了一口水 回头却发现娘不见了 小和尚要找娘 可他的娘却来到了别的地方 安国公问他 小皇帝在什么地方 快点把他交出来 贵妃却说 你别痴心妄想了 我是不会说的 要杀要寡戏听尊殿 安国公叫手下把住持杀掉 住持头颅落地 贵妃受惊过度 晕了过去 小和尚偷偷地探出脑袋 寻找娘 眼看就要被发现 却被一只手捂住嘴巴 原来是皇兄救了他 小和尚被送回少林寺 意外地发现 安国公带领官兵前往少林 小和尚赶紧禀报给方丈 方丈召集五僧 迎战安国公 誓死保护小和尚 后方 和尚们祈求佛祖保佑 小和尚和大师兄跑了出来 可方丈已经重伤倒地 方丈知道自己伤势过重 无药可救 他告诉小和尚 如果你们实在是打不过安国公 就赶紧跑 有多远就跑多远 交代完后便撒手归西 小和尚决定出去面对现实 安国公要抓的人是自己 不能连累了少林寺 他跑到外面 告诉安国公 我已经出来了 我娘在哪里 你自己看吧 小和尚告诉安国公 你不是要抓我回去做皇帝吗 只要你放了我娘 退兵少林寺 我马上就跟你回去 没想到安国公却毫不理会 他拿出弓箭 一箭就要射死贵妃 还好云剑妃及时出手 就下贵妃 他用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 保护贵妃 让官兵无法接近 小和尚赶紧跑过来 一把抱住娘 安国公趁机要杀掉他们 云剑妃哪能让他得逞 他要阻止安国公伤害贵妃母子 可他不是安国公的对手 直接被打飞出去 小和尚匆忙赶来 他要帮助云剑妃 小和尚跳到云剑妃的肩上 和二人之力冲向安国公 安国公粉身碎骨 他们都非常高兴 这一切都被一个老头看在眼里 他一路跟踪小和尚 想要夺走他身上的无字天书 只要练成天书上的武功 他就是天下第一了 小和尚假装肚子疼 蹲在草丛里下金疙瘩 完事之后 竟然扯下无字天书擦菊花 老头心疼得不得了 等小和尚走后 他忍着臭味捡起地上的纸 来到河边 用树枝刮掉上面的残留物 谁知 小和尚坐在对岸 他告诉老头 我发现你的鼻子怎么这么脏了 老头赶紧用纸去擦 臭得差点吐出来 急忙用水洗脸 小和尚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老头却恨得牙痒痒 大家快看 上面写的明明是传位于十一王子 而在大臣宣读遗诏之后 这个十皇子 却大摇大摆地坐上了龙椅 原来 今天是新皇登基大典 大臣拿出先皇遗诏 开始宣读 先帝宣读遗诏 团位于十 皇子 十皇子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他颤抖的抚摸龙椅 心里非常激动 原来 这一切都是小和尚倒的鬼 他就是诏书上说的十一皇子 他向皇嫂说 我压根不想做皇帝 只想回到少林寺当和尚 无意中却露出了脚上的七颗痣 恰巧被皇上看见 国杖告诉皇上 传说脚踏七星 能捅千万兵 你的这个弟弟 是命中注定的皇帝命 千万不要放他离开皇宫 不然的话 将来雨一丰满 迟早有一天 会夺了你的皇位 皇上告诉国杖 万万不可以 我绝不能做出手足相残的事 国杖说 不杀他也可以 但一定不能放他离开皇宫 正好小和尚来辞行 皇上拿出一幅画 说这幅画被先帝视为珍宝 上面有十条鲤鱼 代表十个皇子 而你是第十一个皇子 正希望你在临走前 能够在上面添上一条鲤鱼 这样就可以凑齐十一个兄弟了 先帝在天之灵 也可以得到安息 小和尚说 自己根本就不会画画呀 国杖告诉他 如果你画的不像 就是犯了弃君之罪 会被杀头的 皇上说 你不会也没关系 你可以回去慢慢学 你就在这里学画鱼吧 一年不会 学两年 两年不会 学三年 直到学会为止 第二天 小和尚告诉皇上 我已经学会了 你把那张实力图拿出来吧 皇上告诉他 我不相信 你这么快就学会画画 你还是先画在一张白纸上再说 眼看着小和尚就要出丑 国杖哪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他和小和尚打赌 如果你画的不像 就乖乖走进天牢 此生都不能出来 小和尚却说 如果我画的像 你就拜我为师 怎么样 国杖信誓旦旦的说 我不但拜你为师 还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念 小和尚胸有成竹的拿起毛笔 皇上 我画好了 国杖把画好的鱼拿给皇上看 还不忘拿给大臣们看 他嘲笑说 这画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像是鱼吗 小和尚淡定地告诉大家 我画的鱼最像鱼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捉来一只猫 猫最喜欢吃鱼 让猫来分辨 这到底是不是一条鱼 开心说的也有道理 猫是自会分辨鱼的 皇上 就给他个机会吧 好吧 抓着猫来 很快就抓来一只白猫 小和尚把猫放在桌上 白猫居然直接走向小和尚画的鱼 开始撕咬起来 小和尚问皇上 怎么样 我画的像吗 皇上说当然画的像 这不明摆着吗 国杖叫了一声小和尚 师父 小和尚告诉他 为师要带你回少林寺剃度修行 国杖说我不要当和尚啊 小和尚说不当和尚也行 不过你要答应我三件事 原来 皇上叫小和尚画一条鱼 如果画的不像 就是犯了欺君之罪 要被杀头 小和尚只用了一秒钟就画好了 皇上 您看 这就是他画的鱼 皇上您看 他画的哪里像鱼啊 小和尚建国杖 嘲笑他画的不像鱼 就把猫放在桌上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猫居然去吃小和尚画的鱼 小和尚问皇上 我画的像不像 皇上说当然像 这还用问吗 小女孩想不明白 为什么猫会去吃小和尚画的鱼呢 小女孩这才恍然大悟 小和尚母子俩正在吃橘子 突然国杖带兵闯进来 母子俩被带到皇上面前 皇上问太后 你到底把小太子藏在什么地方 太后却一头雾水 她告诉皇上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根本就没见过太子啊 一旁的国杖却说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了呀 我们在太子的床上 发现了一枚金钗 这枚金钗 正是太后你的呀 皇上拿出金钗 让太后解释 太后现在有十张嘴 也说不清了 母子俩被关进天牢 皇后来找太后 太后 太后 小方 皇后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我求求你放了他 太后告诉皇后 我儿子连皇位都让给了你们 又怎么可能去偷走太子呢 小和尚被绑了起来 皇上问太后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太子究竟被你藏在什么地方 快说 太后说我真不知道 你叫我怎么说 皇上说我看你嘴硬 黎皇上 不要 皇上我求求你 不要 小和尚默默地闭上眼睛 嘴巴里念念有词 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 灵溪了地上的柴火 皇上告诉小和尚 你抢我皇儿 还想夺我的皇位 就连老天都在帮你 可我今天偏要杀你 云建飞及时赶到 救了小和尚 他使出绝世武功 打败官兵 把刀架在皇上的脖子上 他告诉皇上 给我两个时辰的时间 我把太子带到你面前 如果带不回来 要杀要寡随你的便 皇上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和尚母子终于重获自由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总不能让我们空手而回吧 皇上说 那你想怎么样呢 都应使者得意地告诉皇上 这样吧 我出一道谜语让你们猜 如果你们猜到 这件事情就算了 如果你们猜不到 你只需要割让一纸置地即可 皇上怕岛国打过来 只得认识 有一种动物 剩下来的时候 是四只脚 过了一些日子 就变成两只脚 但是 再过一段日子 就变成了三只脚 皇上猜不到 他问大臣们 有谁知道答案的 就说出来 可大臣们都低着脑袋 不敢抬头 东英使者告诉皇上 你们真是太笨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我再来听你的答案 三天后 东英使者又来了 皇上说 我实在是猜不出 东英使者让手下 拿出契约书 要皇上割让江南一带的 半壁江山 皇上刚要拒绝 东英使者威胁他 如果你拒绝 惹得天皇陛下不高兴 别说是半壁江山 你的全部江山都保不住 皇上害怕了 东英使者让手下 把地图拿出来 正在这时 皇后带着开心来了 你的谜底是人 人刚出生的时候 是用手脚一起爬 所以是四条腿 长大了 就要用两条腿走路 老了 一定要用拐杖 就是三条腿 东英使者说 谜底确实是人 但三天期限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 你回答得太晚了 这一纸之地 我们要定了 开心告诉他 那我们就给你 一纸之地好了 东英使者告诉皇上 你们中国的土地好肥沃呀 我一定要挑一个最好的地方 说着就举起了食指 把他放在了地图上 云剑飞衣看不太妙 拔出宝剑 斩断了他的食指 东英使者仿佛忘记了疼痛 他哈哈大笑 对皇上说 我这一纸之地 连你们的京都也收了 你们不服也不行啊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 开心吹了一下口哨 东英少年叫开心远离杏子 开心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东英少年不服气 要和开心比武 开心脱掉外套 谁怕谁啊 东英少年仗着身材高大 直接把开心提了起来 开心死死地抱住 东英少年的腰 不让他得逞 谁知还是大意了 东英少年把开心举起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开心赶紧爬起来 仗着身材灵活 反败为胜 谁知国战告诉他 你赢了 就必须取杏子为妻 开心怕得要死 他假装被东英少年推倒 自己滚到擂台之外 杏子要随父亲回东英 临走的时候向开心道别 他悄悄告诉开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怎么站在镇的笼椅上 皇兄 原来 皇上叫开心来陪他赏月 开心喝了一口茶 只觉得脑袋晕晕乎乎的 就连月亮也变成了三个 他感到脑袋无比的沉重 他在桌上就睡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竟发现文武百官都在看着他 他感觉情况有点不妙 立刻坐了起来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皇上来上澡堂 把开心赶下龙椅 他假装大发雷霆 质问开心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 竟敢穿上龙袍 还坐上了龙椅 开心就算有十张嘴也说不清 国账天由加醋地告诉皇上 这小子早就想当皇帝了 没当成 所以就怀恨在心 半夜起来偷偷穿上龙袍 坐在龙椅上过不瘾 这简直就是弃君犯上 想要谋反了皇上 皇上告诉开心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朕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如此的丧心病狂 还想抢朕的皇位 来人呢 是 把他压录天牢 第二天 开心被带到大殿 皇上告诉他 你犯了谋逆之罪 本应该处死 但念在你年幼无知 朕就给你一次机会 这里有两张纸条 一张写了生字 一张写了死字 要是你抽到生字 朕就免你的罪 两个盒子被端到开心的面前 让他抽签决定生死 他随便选了一个 打开盖子 拿出里面的纸条 突然把纸条塞进嘴里 国账想把纸条抠出来 却被开心咬住手指 他赶紧拔了出来 国账摊开手心 抓到的却是纸线 开心告诉皇上 我选了其中一张 可惜 现在我也不知道 上面写的是生还是死 心里非常害怕 不如我们打开另外一张看看 皇上指得叫国账打开看 国账打开纸条 上面写的是个死字 开心告诉皇上 既然这张是死字 那么我这张肯定就是生字了 皇上指得放了开心 开心回到少林寺做了方丈 他视察和尚们练功 发现有一个和尚在偷懒 于是便叫那个和尚过来 和尚取下胸前挂的牌子 交给他 吃饭时间 和尚们排着队 依次检查手部有没有洗干净 大师兄道子开心 我好久没有得到过小白兔了 求方丈给我两只好不好 不然我这大师兄好没面子 你想要面子 现在就去洗得干净的 是皇上 我马上去洗啊 这个小和尚竟然背着一个老头在天上飞 他把老头送到山脚 走路前往乌龙县 县太爷要请他吃饭 但吃饭之前必须先洗脚 开心指得入乡随俗 让县太爷帮他洗脚 谁知县太爷见开心脚踏七星 立刻两眼放光 他高兴得喝布隆嘴 这可是个活菩萨啊 以后有他罩着我 普天之下就可以横着走了 县太爷亲自送开心到乌龙寺 开心接管乌龙寺做了方丈 老百姓来寺里上香祈福 有个老头让开心给自己写几个字 开心很快就写好了 好了 老头看了很生气 开心解释给他听 如果你的儿子和孙子死在你的前面 你肯定很伤心 但如果你们家一代一代按照顺序死 就可以享受天年了 你放心 我们出家人从来不打狂语 老头这才恍然大悟 感谢开心给他的莫保 铁空见开心这么得意 故意写了两个字 想要为难他 你看 就是这两个字 开心看了看这两个字 非常为难 他告诉铁空 我看还是不要说出来为好 铁空却不想放过他 他告诉开心 不会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解了 开心见铁空不死心 只好拿起毛笔 风月无边 风月无边 铁空偏就不信了 再次刁难开心 他说 我乌龙四历届住持 都是文武拳才 你既然贵为住持 一定通晓百家拳 那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就要考考你 铁空开始在空地上打起了拳 什么拳 是咱南少林创始的男拳 铁空继续让他看 开心说你这个打的是武当行一拳 再看 开心准确地说出他打的一招一试 说这是少林连环腿 开心说这个是外加八级拳 特点是刚进勇猛 铁空没想到这小子这么见多识广 顿时就慌了心神 没注意脚下滑了一跤 开心大声说可惜啊可惜 你这下盘不稳定啊 铁空问开心这是什么拳 开心告诉他 这不就是你自创的乌龙百尾吗 铁空觉得今天吃了这小子一肚子气 必须要好好地教训他 让他知道我铁空不是好欺负的 开心见招拆招 瞅准时机打了他一掌 铁空遭到重创 脑袋嗡嗡作响 他决定使出自己的必杀技 龟派气功 谁知开心用吸星大法吸走了他的真气 眼看就快吸干 开心使出乾坤大挪移 把吸走的真气又还给他 铁空的身体突然膨胀起来 越来越大 终于支撑不住 砰的一声 爆炸了 这个子薇 竟然暗中创建了一个邪教 太阴教 这家伙野心勃勃 居然想做天下第一 皇后看得心惊肉跳 掉头就跑 却被子薇发现 子薇手拿佛城 隔空一扫 打中皇后的腿 皇后赶紧扔出一颗震天雷 趁子薇手忙脚乱的时候逃走了 谁知回去之后却不能走路 为了不被怀疑 皇后不敢直接去找太医 龙儿担心母亲 偷偷跑去找太医 龙儿教育医陪他出去玩 其实是带他去给娘治伤 太医告诉皇后 幸亏伤口不深 如果再伸几分 半天时间就会毒发全身 无药可救 一条大蟒蛇 缠着皇上不停地蠕动 皇后看得心惊肉跳 随后蟒蛇变成一个诡异的女人 皇后非常害怕 她用梵文连夜写密信 让贴身宫女梅香把密信送出皇宫 梅香换上御林军的衣服 偷偷跑出皇宫 梅香来到乌龙县 走进一家客栈 打算在这里歇歇脚 没想到却中了埋伏 被十几个大汉包围 她拼死抵抗 无奈对方人多 她被逼上绝路 从楼上掉下的瞬间抛出密信 正好投进一个男人的背楼里 梅香抓住这个男人的裤脚 男人吓得摔倒在地 不停地挣扎 连裤裆也被扯破 直到梅香断气 男人才惊慌失措地爬起来就跑 她逃到一间屋子 和三个兄弟会合 谁知一个胖丫头闯进来 见她捂着裤裆 以为藏着好吃的东西 她叫百搭把东西拿出来 百搭拼命地护着裤裆 胖丫头表面上装作害怕的样子 其实心里美滋滋的 她找到背楼里写着密信的黄色绸缎 给百搭补好了裤子 百搭走进乌龙寺 偷偷溜进方丈的卧房 她穿上僧袍 无意中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像 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她溜出寺外 得意地掏出银子 我只在乌龙寺里走动一下 善男性 你看到我就给我钱了 你说好像不好笑 真有意思 尝到甜头的百搭来到大街上 冒充得到高僧奖金说法 骗取人们的银子 四人躲在城楼上数银子 这时来了两名剑客 百搭吓得跳下城楼 拼命地逃跑 两人骑着马追了过来 百搭只得跳进河里 躲在水中不敢现身 好不容易潜出很远 她露出脑袋 输了一口气 谁知 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原来是胖丫头干的 百搭被兄弟们发现 抬进了乌龙寺 铁空用真气为百搭疗伤 他把真气强行灌入百搭体内 修复百搭受损的经脉 两个剑客一脚踹开房门 铁空非常尴尬 一口真气没憋住 从嘴里喷了出来 到了晚上 铁空从后门把百搭放出来 他叫百搭赶紧滚 滚得越远越好 免得惹来别人的闲言碎语 百搭逃到一处目的 惊讶地发现一群尖帽子正在开会 领头的家伙正在大声地训话 他告诉这群人 如今梅香已死 可皇后与外人通奸的罪证 却弄丢了 真是饭桶 随后两个黑衣人被压了上来 正是追杀梅香的刺客 他们的嘴里被塞进毒药 百搭下得连滚带爬 首领摘下帽子 原来他居然是衙门里的金师爷 第二天 百搭去衙门报案 他向师爷说 昨天晚上 我在墓地看见有许多肩帽子 他们堵死了两个人 师爷告诉他 你是不是眼睛看花了 在乌龙县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百搭说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金师爷偶然发现 百搭的裤裆上有一块黄布 你想不到你这裤子的裤裙 这么好看 金师爷连哄带骗 他告诉百搭 我知道一条小路 可以很快到达坟场 他带着百搭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悄悄掏出匕首 想要杀死百搭 可谁知天上飞来两个剑客 二话不说抓走了百搭 天上的雷 打出一口棺材 里面躺着一个得到高僧 竟然和百搭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 百搭被西门兄弟抓住 兄弟俩以为百搭就是铁筒 要杀了他 为表姐报仇 三兄弟交头接二 他们要救出大哥百搭 可打又打不过人家 只能往房里吹弥香 只要迷倒西门兄弟 就能救出大哥 兄弟俩听到门口有响声 赶紧过来看 百搭怕被发现 急忙用脑袋挡住 这可害苦了吹弥香的兄弟 他突然感到一股阻力 怎么吹也吹不进去 三兄弟被倒灌过来的弥香 熏得晕倒在地 第二天 三兄弟决定使出杀手锏 他们拿着一把辣椒 找到西门兄弟骑的马 来到马屁股后面 把辣椒塞了进去 西门兄弟牵着马走了出来 三兄弟等着看好戏 他们万万没想到 百搭竟然被绳子拴在马的后面 这可害苦了百搭 他被连拖带拽 硬拉着往前跑 根本就停不下来 跑的过程中 不幸跌倒 好不容易爬起来 一看前方就绝望了 百搭被带到英姑的坟前 西门兄弟要杀了他 告为表姐的在天之灵 三兄弟跑来求情 他们告诉两人 这墓碑上明明写着 英姑铁桶之墓 说明铁桶已经死了 我大哥根本就不是铁桶了 两人不相信 认定百搭就是铁桶 三兄弟动手挖坟 想把铁桶给挖出来 证明给西门兄弟看 百搭被兄弟的举动 感动得要哭 不愧是好兄弟 绝坟 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这牺牲也太大了 突然天上电闪雷鸣 一道闪电划破九霄 正好击中坟墓 一口棺材静静地躺在墓穴之中 棺材里躺着一个和尚 竟然和百搭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和尚就是铁桶 西门兄弟这才知道误会了百搭 百搭只是和铁桶长得像而已 突然树林里传来打斗之声 百搭等人吓得躲了起来 一群尖帽子在围攻一个小和尚 开心收拾完件帽子 老远就看见了百搭 他以为是铁桶师叔 跑过去一把就抱住了他 开心 师叔我要念你 乖不要哭 百搭抱着开心回到住处 就这么一直抱着他不放手 大家觉得奇怪 裴青光对他说 都到家了 你把开心放在床上吧 百搭却说 你以为我不想放吗 可根本就放不下呀 不信你们看 说完就把开心放在床上 乖乖乖乖乖 好好好 乖乖乖 百搭告诉大家 你们看见了吧 不是我不放 我实在是放不下呀 什么人这么大胆 连池里的鸡扇钱也敢偷 开心告诉大家 我作为方丈 一定要查出谁是小偷 他召集全寺和尚 告诉他们 刚才菩萨显灵告诉我 说 已经知道谁是偷鸡扇钱的小偷 一会儿你们就到钟楼 排队摸钟 如果谁偷了鸡扇钱 钟自然就会响起来 并且长鸣不休 和尚们排队进入钟楼 他们都挨个摸钟 等摸完之后 开心叫和尚们都把手伸出来检查 只见每个和尚的手都沾着黑灰 唯独劳力的手干干净净 劳力见事情败露 承认鸡扇钱是自己偷的 大家都好奇 问开心是怎么知道劳力就是贼的 开心告诉大家 因为我事先在钟的表面 涂上一层黑灰 并假装说 只要是偷了鸡扇钱 这钟就会响得不停 小偷心虚 肯定不敢摸钟 所以他的手一定很干净 听了开心的解释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而劳力则被逐出了乌龙寺 没想到第二天 铁桶刚晒好裤子 又来了一个小偷 这小偷竟然要偷他的裤子 这个小偷正是衙门里的金师爷 他告诉铁桶 我非常喜欢你这条裤子 我拿银子给你换 你看怎么样 铁桶却说我不换 气死你 金师爷一路跟踪铁桶 却被铁桶发现 他告诉铁桶 我愿意出五两金子换你的裤子 铁桶和开心把裤子捆起来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行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金师爷接到裤子 像得到宝贝一样跑得远远的 他打开裤子闻了一下 味道不对啊 不是铁桶的裤子 原来铁桶根本没有给他自己的裤子 开心掏出金子 发现这金子居然是假的 只不过外面包了一层金箔而已 开心告诉铁桶 这下好了 白白赔了一条裤子 你叫我怎么回乌龙寺啊 金师爷在破庙里捡到一个疯子 把他带了回去 用射魂大法控制了他 难道你就是恒山掌门 冷秋缠 我就是冷秋缠 金师爷让冷秋缠到乌龙寺偷裤子 他把冷秋缠送到乌龙寺 交给开心 开心认出了冷秋缠 接回寺里 安排他和自己一间房 到了晚上 金师爷吹起了熏 冷秋缠听到熏的声音坐了起来 他循着声音找到金师爷 金师爷叫他去偷一条黄色裤裤的裤子 谁知这家伙只记住了偷裤子 至于偷什么样的裤子完全没记住 他点了所有和尚的穴道 一个个扒走他们的裤子 金师爷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铁桶的裤子 他指着冷秋缠说 你真是个笨蛋啊 和尚们早上醒来找不到裤子 他们边找边抱怨 上面金光也就罢了 现在搞得连下面也光光 这怎么出去见人了 一夜之间 所有和尚的裤子全都不见了 这裤子是穿在你们身上 小偷怎么能偷去 难道你们都死了 原来金师爷半夜吹熏 以射魂大法操纵横山掌门冷秋缠 让他去偷一条黄色裤裤的裤子 谁知 这家伙竟然把所有和尚的裤子全都扒了下来 和尚们一觉醒来 发现裤子不翼而非 门也没法出 掌管戒律院的铁空和尚 大发雷霆 把他们骂了一顿 金师爷没偷到心仪的裤子 不甘心 他拿着西洋身递给开心 让他熬给冷秋缠喝 说是可以治疗他的疯病 开心非常高兴 拿着药就出了门 金师爷原形毕露 他指着冷秋缠告诉他 上次叫你偷条裤子 搞得那么费劲 这次我加大药力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开心把西洋身交给铁桶 让他熬给冷秋缠喝 铁桶怀疑着西洋身 被金师爷动过手脚 他熬好参汤 端去找铁空 铁空暗自高兴 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到了晚上 金师爷吹起了熏 铁空听到熏声 坐了起来 他像着了魔一样 走出了房门 铁空穿过树林 循着声音找到了金师爷 金师爷以为他是冷秋缠 去把那条捕着黄军的裤子 给我偷过来 铁空得到指令 在原地转了一圈 抖掉头上的裤子 金师爷认出是铁空 吓得掉头就跑 铁空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要扒金师爷的裤子 金师爷拼命反抗 他抓起一把泥土扔向铁空 趁他揉眼睛的时候逃之夭夭 金师爷渐软的步行就来硬的 他让手下把铁桶的三个兄弟抓起来 给他们服下毒药 他告诉三兄弟 刚才给你们服的是毒药 一天之内你们就会毒发身亡 马上去把铁桶骗到这里来 我自然会把解药给你们 不一会儿 三兄弟把铁桶骗到这里 尖帽子们把他们全都包围 铁桶想跑 却被三兄弟抓住 无法动弹 金师爷要杀了铁桶 铁桶大叫救命 突然附近传来一片杀声 乌龙寺的和尚们冲了过来 和尖帽子们打成一片 三兄弟放开铁桶 原来他们刚才是假装作戏的 很快尖帽子们就全军覆没 金师爷把裴光光拉出来当人质 叫铁桶把裤子交出来 不然就杀了裴光光 铁桶只得把裤子扔过去 师叔啊 金师爷要你的裤子干嘛呀 我怎么知道 那家伙有那种嗜好 哎呀 使可杀不可辱啊 金师爷没跑多远 冷秋缠从天而降 直接把他给拍死了 紫薇把刚出炉的丹药 献给皇上吃 皇后告诉皇上 咱们不吃饭 就吃这玩意儿 能吃饱吗 紫薇却对皇后说 吃饭其实是多余的 吃得再饱又有何用 最终还不是变成屎 这种无用之物 可这仙丹可不同 经常吃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时间长了还能成仙得到 可皇后却哭丧着脸说 皇上你自己吃也就罢了 难道我也要吃吗 皇上有点不高兴 他告诉皇后 不但你要吃 咱们一家人都要吃 有这样的好事 你还这么婆婆妈妈 你真是个蠢女人 乌龙寺的开心和尚 已经在静静的路上 几天后就可以到达京城了 紫薇感觉到事情不妙 这开心小和尚 是皇上的弟弟 他来京城的目的 肯定是对付自己 他赶紧把裴清光找来 问他 听说你是开心小和尚的朋友 裴清光赶紧否认 紫薇失望地说 那就算了 本来以为你和他是朋友 我特意为你准备了 二品大元的官位 既然你不是 那就算了 裴清光哪里肯放过 这个当大官的机会 他告诉紫薇 实话跟你说吧 我虽然不认为 他是我朋友 但是 他却一直把我 当成知心朋友 所以我们也算是朋友吧 紫薇告诉他 过几天开心 就要来京城了 我希望你能 好好地招待他 你不是国师身边 那个保镖吗 哦 是国师派我来伺候您的 随从掏出一颗丹药 告诉裴清光 这是国师赐给你的中心丹 裴清光当着随从的面 把丹药放进嘴里 还做出夸张的表情 吞了下去 他笑嘻嘻地 把随从打发走 赶紧从嘴巴里吐出丹药 自言自语地说 你当我是傻子吗 谁知道这丹药是什么做的 半个月没上朝了吧 都两个月了 皇上破天荒地来上早朝 一个官员禀报最近的汉情 皇上不耐烦地摆白手说 屁大点的事也来烦我 到时候镇成了神仙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还怕这些汉灾水灾吗 老承相见皇上不高兴 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跳起了妖娆的舞姿 逗皇上开心 裴清光恨不得拍死他 他告诉老丞相 皇上在那边 老丞相这才颤颤巍巍地转过身来 他告诉皇上 昨天晚上孙悟空托梦给我 教会了我这套拳 所以这套拳也叫仙猴拳 裴清光听了这话就不舒服了 他告诉皇上 仙字乃皇上专用 只有皇上才配得上仙字 区区一个老毛猴怎么配得上仙字呢 皇上奇怪地问裴清光 你既然是礼部尚书 那么为何你上朝不穿鞋呢 裴清光赶紧跪倒在地 他说皇上您不也没穿鞋吗 俗话说夫唱妇随 君唱沉随 皇上您都不穿 臣又怎么敢穿呢 有趣 很有趣 好好干 干得好 朕生你为总太监 你就可以天天陪朕说笑了 小鳳 皇上 皇上万万没想到 皇后竟然在吸太子的血 他吓得浑身发抖 立刻传旨将皇后废除 到了晚上 皇后潜入内宫 他要带走自己的儿子 却被守卫发现 皇后杀了几个守卫 抱着儿子冲出房门 你是什么人 带你抢我外孙 爹 是我小鳳啊 皇后让爹挡住官兵 自己抱着儿子逃命 刚逃到后花园 儿子却突然犯病 看着儿子痛苦不堪的样子 他一口咬向他的脖子 冷秋缠从远处赶来 小鳳 小鳳 突然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和冷秋缠打得难分难舍 皇后抱着儿子刚要逃跑 就被赶来的士兵包围 紫薇对冷秋缠使出射魂大法 冷秋缠瞬间迷了心智 爹 开心进宫探望皇上 发现皇上气色很差 便把一股真气灌入他的体内 紫薇早就看向和尚不顺眼了 燃锦把自己的妖气也灌入皇上体内 两股无比霸道的力量在肚子中相会 搞得皇上痛苦无比 两人的功力竟然不相上下 皇上好酒好菜地招待开心 为他接风洗尘 贵妃前来拜见 开心假装带太子去踢足球 他送给太子一串佛珠 并告诉他 只要带上这串佛珠 皇宫之内没人敢动你 太子带着守卫赶来 看着好端端的贵妃 他歪着脑袋怎么也想不明白 贵妃变成一条大蟒蛇 咬死了沈公公 太子非常害怕 当他找来守卫的时候 贵妃已经变回了人形 太子告诉父皇 贵妃是条大蟒蛇 他掏出佛珠 说多亏有这玩意儿救了我 皇上很好奇 让他取下来给自己看看 太子却死活不肯 皇上大发雷霆 命远把太子的佛珠给扒下来 别打我的佛珠 紫薇闯了进来 他用妖气把太子的佛珠取了下来 开心小和尚千里传弓 和紫薇斗法 两人都使出毕生的功力 想要战胜对方 两人都受伤不清 紫薇料定开心受了伤 叫冷秋蝉去杀掉开心 冷秋蝉悄悄摸向开心的住处 开心假装练功 只见他用手一指 一棵大树从右边移到左边 开心随便一抬手 两座假山就飞上了天 冷秋蝉没想到开心的武功竟然这么高 他感到不妙啊 这不是去送死吗 冷秋蝉走了 开心输了一口气 三兄弟高兴的手舞足蹈 他们万万没想到 冷秋蝉又回来了 他拔出宝剑刺向开心 太子突然冲了过来 用身体护住开心 太子说 你才不是我外公 你是坏人 赶紧滚 再不滚我叫我外公杀了你 冷秋蝉羞愧难当 只得灰溜溜的走了 开心掏出一块佛牌 告诉太子 这是当年我师父传给我的 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 你只要带着他 就算有十条大蟒蛇 也伤不了你 要求把熊黄粉递给太子 让他用熊黄粉对付那只大蟒蛇 太子回去后 就要朝贵妃身上撒熊黄粉 贵妃吓得围着桌子转 到了晚上 皇上要和贵妃行雨水之欢 事前给贵妃的脸上抹上香粉 皇上吓得滚下龙床 晕了过去 太子闯了进来 看见这么大个舌头 举起佛牌就砸了过去 皇上吓得晕了过去 小太子冲了进来 举起佛牌 砸向大蟒蛇的脑袋 大蟒蛇被砸出人形 变成了贵妃 脑门上被落上佛门印记 她慌慌张张地跑去告诉妖道紫薇 紫薇使出障眼法 隐藏了印记 皇后深夜被带出天牢 拖上了龙床 贵妃把血抹在她的嘴上 紫薇解开皇上的穴道 皇上慢慢地醒来 吓得满头大汗 皇上看见贵妃 怕得要死 贵妃急忙解释说 臣妾刚才正在伺候皇上 看见一条大蟒蛇游了过来 臣妾当时就吓得晕了过去 臣妾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皇上 第二天 皇后被带到大殿之上 皇上痛心疾首地问她 朕实在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害朕 朕平时带你可不薄啊 皇后告诉皇上 你乃只眼睛看见我害你了 皇上告诉她 你昨天晚上变成大蟒蛇来吸朕的血 朕看得清清楚楚 皇后说 你说我吸你的血 那请你把伤口拿给我看看 皇上说 你这个妖怪 死到临头还嘴硬 紫薇 这个妖怪就交点你处置 紫薇命人把皇后推出五门斩首 而贵妃则被奉为皇后 皇后被关进囚车 押赴刑场 而皇上却给贵妃带上皇后的奉冠 两人正在亲亲我我的时候 开心和太子破门而入 皇后被绑在柱子上 奸斩官见石权已到 把令牌一扔 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 突然间狂风大作 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眼看石权已过 奸斩官催促 跪着手赶快行刑 开心小和尚 使出无字天书神功 和横山掌门冷秋缠 打得难分难舍 两人使出毕生的功力 都想夺得武林盟主之位 紫薇告诉太子 他们一个是你的外公 另外一个是你的皇叔 你如果想要谁赢 就去把香点燃 心中想着你的愿望 老天爷就会帮你实现 太子信以为真 兴高采烈地跑去点香 眼看炸药就要爆炸 开心担心太子的安危 一把抱住了他 整个擂台立刻被爆炸声淹没 武林大会 变成了各路武林中人的葬身之地 地上尸横遍野 惨不忍睹 紫薇兴冲冲地跑去见皇后 把太子的一只鞋递给他 说开心带着太子 跳下了万丈悬崖 悬崖下面就是传说中的鬼谷 里面只有鬼 没有人 我猜你儿子已经完蛋了 皇后把这件事告诉皇上 皇上却唯唯诺诺 根本没有一国之君的样子 皇后告诉他 如果你还有半点男人的血性 就跟我走 我们去和紫薇拼命 皇上吓得腿一软 他战战兢兢地说 我们拿什么和人家拼 实在要报仇 你干脆杀了朕 朕变成厉鬼去找他报仇 皇后看着这个没用的男人 心里充满了无奈和悲伤 第二天 皇上和皇后去南山拜祭太子的亡灵 当到山上 紫薇就让停叫 皇后觉得不对劲 紫薇得意地告诉他 这里是西山 不是南山 咱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 你儿子是我害死的 你又能怎样 皇后恨不得把紫薇碎尸万段 他要替儿子报仇 皇后被紫薇一掌打落悬崖 她根本没把皇上放在眼里 紫薇召集文武百官 当着皇上的面宣读假圣旨 百大两人摸进紫薇的厨房 竟然在桶里发现很多驴鞭 狗肾这种壮扬之物 为了搞清楚紫薇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 长三混进妓院 他问这个姑娘 我看紫薇每天都往这里跑 他那个小生板吃得消吗 姑娘却告诉他 你俩都一样 只是聊聊天 喝喝茶 我真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男人 姑娘边说边往他身上靠 长三大叫救命 他回去告诉百大他们 紫薇每天去妓院 竟然像君子一般不敬女色 我看他肯定是有病 他用的药杀 这是壮阳补肾的东西 我看这个龟孙子 八成是个太监 他现在阳虚甚亏 武功肯定是大大折口 趁他病 拿他病 好 四兄弟这就要去干掉紫薇 冷秋缠却告诉他们 当年我师父曾经告诉我 武林中有一部奇书 叫太阴真经 这种武功阴险毒辣 招招致命 但要练成这种武功 必须要引刀自攻 而紫薇一边吃着药膳 一边又不敬女色 他八成是把自己给淹了 看来这本奇书已经落入他的手中 五人一起举杯 势必诛杀紫薇 这个老贼 紫薇像往常一样 坐车出门 半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妖九告诉紫薇 刚才我观天象 发现国师府 一道紫光向南而去 中途却被一股风吹散 所以料定国师你 此次难去 必有大凶 紫薇问他 那股风是什么来历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你过来 是 百搭三人一拥而上 与黑人展开生死搏斗 没想到 从轿子里飞出一个人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紫薇 他佛尘一甩 扫向妖九 妖九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幸亏冷秋缠从天而降 紫薇只得舍去妖九 迎战冷秋缠 两人都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 武功不相上下 妖九叫百搭他们赶快跑 自己却被冷秋缠一剑夺命 百搭被黑衣人包围 两个怪异的小矮人告诉龙儿 这里是鬼谷 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出去 好久没吃过人肉了 现在就抓你们回去吃掉 龙儿两人被装进笼子 带到一处洞穴 四肢被铁链锁了起来 突然来了一个人 自称毒郎中 他扛着开心就走 开心全身被绑上加板 身上插满银针 他大声喊着救命 毒郎中告诉他 你全身经脉断了六根 本来已经无力回天 好在你遇上了我 说着就把他扔进装满药水的大缸 第二天 开心运功冲破药缸 毒郎中告诉他 你的功力已经恢复五成 可以走了 开心正要和他道别 毒郎中 毒郎中赶紧让小和尚 躲进钢里 开心悄悄偷看 谁 我还偷看 他是谁 鬼婆婆告诉开心 我发过誓 除了鬼谷的人 任何男人看过我的脸 都得死 开心说你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不让人看呢 难道就因为你长得好看 你就要杀人吗 鬼婆婆对开心刮目相看 他没想到这小子 这么会说话 开心继续对他说 更何况我现在被困在鬼谷 根本没法出去 所以我现在 也算是鬼谷的人了 我不杀他 不过你要毒瞎他的眼睛 毒痒他的嘴 鬼婆婆回去之后 使劲地照镜子 原来自己长得真的很好看 谁知 龙儿找到了这里 他问鬼婆婆 怎样才能走出鬼谷 鬼婆婆非常难闷 怎么又来一男的 他蹲下身问龙儿 你说 我是不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不是 那你说 谁比我更美 龙儿说 我娘就比你美 鬼婆婆手一紧 差点捏死他 但不知为什么 却下不去手 他把龙儿 交给恶狼疯狗两人 让他们好好教龙儿说话 可无论两个小矮人怎么教 龙儿始终说 自己的娘比鬼婆婆好看 他真的没有我娘好看 为什么你们 一定要叫我撒谎呢 你想怎么样 鬼婆婆被彻底激怒了 可他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龙儿可爱的小脸蛋 就下不去手 他给龙儿讲小白兔的故事 龙儿却说不好听 他说 这些都是小孩子听的 我要听言情故事 鬼婆婆没想到 这小屁还思想这么复杂 问她 是谁教你的 龙儿说 都是娘教我的 多久一点言情故事 从小培养爱心 龙儿还说 我娘是皇后 鬼婆婆不相信 说 我还是皇后的娘呢 你娘叫什么名字 我娘她叫龙小凤 鬼婆婆看着熟睡的龙儿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想不到 眼前这个小孩 竟然是自己的外孙 小凤 你娘 对不起 我娘是皇后 你娘是皇后啊 我还是皇后她娘呢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你娘叫什么名字 我娘她叫龙小凤 鬼婆婆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小孩子 竟然是自己的外孙 原来 她年轻的时候 嫁给冷月山庄的庄主冷秋缠 还为她生下一个女儿 叫什么名字 小凤 冷小凤 可自己却爱上了另一个男人 跟着她连夜逃跑 想到这里 她拿出一本书 竟然是天下第一邪书 太阴真经 突然冒出一个老头 要和她单挑 她非常愤怒 说 袁慧你个秃驴 你把我困在此地二十多年了 难道想一辈子不让我出去吗 袁慧告诉她 你如果不把太阴真经乖乖交出来 休想离开这里 鬼婆婆说 我哪里来的什么太阴真经 跟你说过一万遍了 没有就是没有 袁慧根本就不相信她 要让她尝尝拳头的滋味 鬼婆婆回去后 翻开太阴真经 里面竟然一个字也没有 原来这本太阴真经是假的 她想起了那个和她私奔的男人 我为了你丈夫也不要 连女儿都舍弃了 成了一个坏女人 魏子 你可要对得起我 魏子告诉鬼妹 你尽管放心 我对天发誓 今生今世永不负你 鬼妹这才放下心来 魏子继续说 等到了乌龙寺 盗取了太阴真经 我们就远走高飞 鬼妹想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去偷太阴真经 我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过上双宿双飞的日子 这样不是挺好吗 魏子却告诉她 傻丫头 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啊 那本太阴真经 你练了之后 有顾本培圆青春永驻的功效 我要让你永远年轻美丽 魏子 你带我真好 为了你这颗心 我也一定要拿到 太阴真经 鬼妹混进乌龙寺 趁方丈袁慧大师 研究棋局的时候 摸进柜子里的暗格 偷走了太阴真经 可等她赶回住处的时候 却怎么也找不到魏子 她急忙掏出太阴真经一看 想到这里 鬼婆婆就想烧掉这本书 但转念一想 还是忍了 魏子 你到哪里去了 鬼婆婆找到袁慧 告诉她 你只要把开心和龙儿放走 我随便你怎么处置 袁慧却说 我只要你交出太阴真经 鬼婆婆说 我真的没有太阴真经 你看 这是我拿到的那本太阴真经 里面全是白纸 啊 啊 这是本假的 太心问她 你为什么要去偷这本书呢 鬼婆婆说 是一个朋友叫我去的 太心追问她 你这个朋友是谁 她叫魏子 你说 她叫什么 为此 原来 鬼婆婆年轻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男人 男人让她混进乌龙寺 盗取天下第一邪书 太阴真经 谁知 这本书竟然是假的 鬼婆婆背上了黑锅 她被乌龙四方杖元慧 困在鬼谷二十年 并守住鬼谷唯一的出口 不放她出去 你这是一头 又傻又倔的 笨驴 你才是死不悔改的贼婆娘 开心用天书神功 把二人分开 语众心长地告诉他们 你们这样闹下去 再过二十年 也解决不了问题 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 鬼婆婆这才掏出 那本太阴真经 你们全是白纸 这是本假的 开心问鬼婆婆 你是怎么想起来 去偷这本书的呢 鬼婆婆支支吾吾 说是魏子 叫我去偷的 她叫什么 魏子 袁慧气得口吐先血晕了过去 她刚醒来就去找鬼婆婆 哀声叹气地告诉她 魏子是我的亲弟弟 那本太阴真经 也是她亲自放进去的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魏子早就把太阴真经掉包 鬼婆婆只是替她背锅而已 袁慧告诉开心 太阴真经是一本邪书 据说 欲练此功 必先自功 练成之后天下第一 为了防止这功法祸害武林 在这二十年里 我苦苦钻研 终于创造出 克制太阴真经的阵法 十二同仁镇 米学慧之后 到乌龙寺召集十二个弟子 把这套阵法传给他们 然后找到魏子 替我清理门户 等开心学习完毕 袁慧已经圆寂 鬼婆婆等人想要离开鬼谷 唯一的出口 已经被袁慧生前堵死了 他们只得拿起锄头 希望挖出一条通路 突然间天摇地动 巨大的石头纷纷滚落 原来他们挖断了地脉 整个鬼谷正在坍塌 两个小矮人被滚落的巨石淹没 滚烫的岩浆从地底喷涌而出 四人拼命逃跑 好不容易逃到茅草屋 一个个狼狈地钻进地洞 等他们爬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已经一片废墟 毒郎中带他们去找另外一个出口 他把一个瓶子递给鬼婆婆 让他们吃里面的药丸 鬼婆婆三人从手掌上走下来 毒郎中让他们进入犀牛皮球的皮球中 然后把皮球放入深水潭 皮球落入水中 顺着水流飘了出来 原来皇后被奸臣紫薇 一掌打落悬崖 小姓活了下来 两个月后 他看见一群黑衣人在围攻一名男子 眼看男子命在旦夕 他赶紧出手 三两下就解决了这些人 救了这名男子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也不清楚 这是我暂时住的地方 皇后竟然失忆了 他只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可就是想不起来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没想到这个男人也失忆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第二天 男人发现皇后的头发竟然白了很多 他告诉皇后 既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我们就在这里重新开始生活 好不好 皇后说 我也想重新开始 可是我实在是放不开 总觉得 好像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等着我去办 可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 男人告诉他 反正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要到哪里去 这么着吧 我就留下来陪你 直到你想起来为止 男人砍柴回来 发现不见了皇后 男人给皇后做黑芝麻粥 做好之后端给他 皇后说 你是不是嫌弃我像的老太婆 如果你头发能变黑的话 会被当今的皇后娘娘 还漂亮 那么说 你是见过当今的皇后娘娘了 没有 我是在猜想 皇上娶的 一定是天下第一大美女 皇后告诉男人 我们孤男寡女在一起 难免会惹人说闲话 如今我满头白发也挺好 别人就把我们 当成了母子俩了 男人却说 我才不要当你的儿子 反正我不会离开你 你也不要离开我 男人指着窗外的牡丹花说 反正你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以后我就叫你牡丹吧 为了治好皇后的白发 她去药店买何首屋 老板却说 这东西值一千两银子 你买得起吗 她摸了摸干别的口袋 只得离开药店 男人偷偷吃剩下的芝麻残渣 被皇后发现 为了不让男人饿肚子 她让男人把戒指拿去当了 男人却说 不用放心吧 我能养活你 皇后悄悄拿着戒指去当铺 老板认出戒指是皇室之物 要抓她去衙门 谁知男人及时出现 让皇后快走 皇后回到家焦急的等待 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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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传来敲门声 原来是男人的好兄弟长三 长三帮助男人恢复了记忆 男人却告诉他 我们的大仇我不想去报了 我放心不下牡丹 我要在这里守护他一辈子 长三告诉他 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 我就当没你这个大哥 皇后从梦中惊醒 她告诉男人 我好害怕 怕知道自己是谁 我只想做一辈子的牡丹 皇后吃了长三送来的和首屋 男人惊喜地发现 他的牡丹一头白发 已经变成了青丝 鬼婆婆三人 败别毒郎中 钻进大皮球 毒郎中启动机关 大皮球顺着通道滚向深渊 落水之后 顺着水流来到外面的世界 三人平安落地 他们来到京城 要去找皇上 可皇上正在疯狂地挖洞 他恨不得马上离开皇宫 他把泥土装在花盆里 偷偷运出去 却被子卫撞见 他拿出一颗丹药 叫皇上吃 皇上很害怕 他压根就不想吃这害人的破玩意儿 请皇上欲口牵肠 皇上来到甲山后面 倒掉花盆里的泥土 他揭开床铺 钻进地洞 卖力地挖起来 终于挖通了 他兴奋地爬了起来 这可是先皇早就准备好 用来逃命的秘密通道 皇上从出口钻了出来 皇上被子威捉了得正着 他绝望地说 我真是笨得要死 挖个地道 也能挖到你的房里来 子威告诉他 你乖乖地把皇位让给我 我一定给你留个全尸 皇上却鼓起勇气告诉他 你别做梦了 我是绝对不会把皇位让给你的 子威一怒之下把皇上给锁了起来 皇上跪在地上求子威 让他给自己一口饭吃 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 我这不是给你送丹药了 不不不不不不 这不吃这驴粉蛋子 子威告诉他 你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我还收拾不了你了 随后便让手下灌给他吃 子威告诉他 吃了这丹药 就算你每天不吃饭 也可以吊住你的命 只不过你的精神会越来越萎靡 皇上受不了这种折磨 他让子威干脆杀了自己 子威说 谁叫你不把皇位让给我 你写个让位诏书 就这么费劲吗 他一脚把皇上踹开 让手下好好地看住他 子威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人吧 到了晚上 鬼婆婆闯进皇宫 见到了被铁链锁住的皇上 他一把拎起她 问她 我女儿在什么地方 皇上没想到这女人 竟然是自己的丈母娘 朗夫人 别来无恙 你还记得我 你是 位子 鬼婆婆对子威破口大骂 你这个臭男人 当初听信了你的甜言蜜语 害得我背叛自己的丈夫 抛弃自己的女儿 原本想着和你双宿双飞也就罢了 可没想到 你竟然为了一本破书 陷害我 让我在不见天日的鬼谷 待了整整二十年 子威平心静气地告诉她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啊 自从和你分开以后 我每天对你日思夜想 常常以泪洗面 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弥补你 如今 我已经练成那本书上的绝世武功 放眼天下无人能敌 等我做了皇上 你就是皇后 咱们一起享受着荣华富贵 可鬼婆婆却说 你偷别人的老婆也就罢了 现在你连江山也偷 我不要和你这种人在一起 说完扭头就走 鬼婆婆没想到 紫薇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 她当回头就被冷秋蝉打中 喉咙里冒出一股血腥味 她强行忍住疼痛 展开轻弓 夺落而逃 开心觉得有些不妙 她问鬼婆婆 你逃出来这一路上 就没有人拦你吗 鬼婆婆摇了摇头 开心说完了完了 你被跟踪了 紫薇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三人没跑多远 就碰上了追来的冷秋蝉 开心使出天书神功 迎战冷秋蝉 鬼婆婆对付黑衣人 开心拉着鬼婆婆就走 没想到紫薇从天而降 她对鬼婆婆说 你这件女人 果然与开心这小秃驴串通一气 怪不得你不乖乖听我的话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说完就使出绝世武功 要将三人拿下 开心也不甘示弱 她用天书神功 对抗紫薇的太阴邪功 两人一口气打了二十个回合 太阴神功 开心身受重伤 紫薇得意的哈哈大笑 她告诉开心 别以为你这无字天书的武功 就是天下第一了 你没想到 我的射魂大法 正好克制你的无字天书吧 如今这天下 再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所以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袁慧一步步走向紫薇 紫薇吓得脸色大变 急忙夺路而逃 袁慧取下假手 揭开面具 原来 她竟然是毒郎中 开心问毒郎中 紫薇现在这么厉害 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吗 毒郎中胸有成竹地告诉她 趁现在 紫薇这么怕她哥哥 我们马上进宫救出皇上 然后借皇上的名义 召集天下英雄 一起讨伐紫薇这个乱臣贼子 毒郎中假扮成圆会 去找紫薇 我看你的场面是越成越大了 紫薇恭恭敬敬地请哥哥坐下 毒郎中大骂紫薇 我们从小父母就死了 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着大 没想到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竟然偷了我的太阴真经 害得我在不见天月的鬼谷 待了整整二十年 紫薇说 我承认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不过现在好吗 咱们兄弟二人现在是苦尽甘来 我已经练成太阴真经上面的绝世武功 现在是天下第一了 我只要做了皇帝 整个天下就是咱们兄弟俩的了 可毒郎中却不为所动 他告诉紫薇 你抢取豪夺不属于你的东西 这是造孽啊 你把皇上交给我 我带他回乌龙寺剃度修行 以减轻你身上的罪孽 小弟从小就最听兄长的话 这松脆的酥饼啊 你还是趁热吃饱了 还可以 你这狂聪到底是什么人 竟敢冒充我兄长 毒郎中假装不明白 紫薇告诉他 我在酥饼里放了猪油 你如果真的是出家人 你会不知道吗 毒郎中却一点也不慌张 他淡定地告诉紫薇 我现在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 刚才我在盘子上下了毒 你刚才摸盘子的时候 就已经中毒 你只要静坐一炷香 毒自然会解 但如果你大动肝火 立刻就会毒发身亡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紫薇害怕了 只得慢慢地坐下 毒郎中揭开念具 露出真念目 大摇大摆地开门而去 毒郎中露出真念目 他告诉紫薇 就算你武功天下第一又怎么样 还不是找了我的道 你乖乖坐着别动 不然的话就会毒发身亡而死 说完便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紫薇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这边叫住 不好了 开心日常进宫 把皇上给劫走了 被婆婆问皇上 你这个昏君 我女儿到底在什么地方 皇上告诉他 皇后已经被紫薇那个老雷 打下西山 恐怕是凶多吉少 鬼婆婆告诉毒郎中 我已经时日无多 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前 能见到我的女儿棱小凤 毒郎中说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她 皇后被紫薇打下西山之后 并没有死 她与一个穷男人 过起了男耕女之的生活 老头 吃饭了 只不过她失去了记忆 不记得自己是当今的皇后娘娘 咱们也不要父母之义 咱们也不要没说之言 就这么相亲相爱 比翼双飞 就这么相依相味 白头到老 两人竟然要拜堂成亲 正当他们陶醉在幸福中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踹开 原来是官府的衙役 两人被官差包围 皇后抢了一匹马 可毕竟势单力薄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百搭被抓 陪光光三人来找百搭 眼看他被关进笼子里 陪光光大声呼救 说那边有个男人要飞离我 他趁他们不注意 三下五除二 就把他们打倒在地 别时也不含糊 抡起板砖就往牙医的头上招呼 他撕开球车把百搭救了出来 陪光光没想到 百搭竟然坐起了新郎 当他看到皇后的时候 不由地哈哈大笑 陪光光指着皇后告诉百搭 他的名字叫冷小凤 是当今的皇后娘娘 她是皇帝的老婆 怎么可能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和你这个穷光蛋结婚呢 你想的倒是挺美的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他是在骗你的 你不是皇后我不带 皇后让百搭带自己去西山 因为民间传闻 那里是皇后坠崖的地方 他一定要去看看 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 一群人朝西山进发 皇后始终心事重重 他觉得自己好像想到了什么 皇后痛苦地告诉百搭 我想起来了 我确实是皇后 皇后 老大儿 虎大儿 老大儿 皇后和儿子抱在一起 龙儿带他去见外婆 鬼婆婆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在临死之前 他要为女儿梳一次头 娘 皇后 我可以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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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皆知 开心在 开心 朕如今封你为兵马大元帅 你却把子卫给杀了 再把朕的江山给夺回来 遵旨 开心告诉皇上 你封我为兵马大元帅 可是我只是个光感思虐 没有一兵一卒啊 皇上说 这个朕也没办法 你只能自己解决了 开心说 那我只好去找一些会武功的和尚 来凑数了 可是 要讨伐子卫那个奸贼 还得请皇上给我写个诏书 这样 我才能世书有名啊 皇上却说 朕现在一无所有 拿什么给你写诏书呢 这样吧 你把朕的鞋垫 拿去当信物 这样你就可以号召群雄了 开心说 你这鞋垫好特别啊 还绣着九条龙 完全可以代替诏书 皇上指着鞋垫说 现在你诏书也有了 兵马也有了 朕也就放心了 我要你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钻直 开心去找百搭 百搭却得了相思病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原来他还想着皇后娘娘 我嫂子 是皇后娘娘啊 她的脑子坏了 才会跟你吼的 现在 她的脑子好了 当然不再跟你 跟皇上跑了 开心告诉百搭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为什么就是想不通呢 百搭说 母丹明明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转眼之间 就成了皇帝的老婆 你叫我怎么想得通 开心告诉她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我即将组建十二同人镇 去杀子威 加上你们三兄弟 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人了 所以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招兵买马 第二天 两人去找铁空 可想要说服铁空去杀子威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百搭说 只要在铁空面前流眼泪 一定可以感动她 可惜我对皇后没用这招 不然的话 皇后早就把皇上给踹了 跟我跑了 百搭胸有成竹地进了屋子 可无论她怎么哭 铁空却丝毫不为所动 开心拿出一张纸 自信满满地说 看我的吧 铁空大意凛然地说 我们这就去招兵买马 是要除掉子威那个老贼 在铁空的帮助下 他们找到了很多流落民间的和尚 组成了一支讨伐子威的队伍 百搭指着陪光光说 我们十二同人充满了阳刚之气 你一个女流之辈混进来干什么 裴光光告诉他 你们明明只有十一个人 哪里来的十二个人 开心想到了裴光光的爹裴清光 裴清光二话不说 加入了讨伐子威的阵营 凑齐了十二同人 几天之后十二同人来到城墙下 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发誓要荡平子威的千军万马 你的眼睛没看花 就是这十二个人 竟然要去挑战千军万马 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正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惊天动地的脚步声 他们急忙回头一看 身后竟然冒出大队人马 开心淡定地向人群中喊话 紫薇 你这老贼躲在哪里 还不快乖乖出来受死 天空中传来猖狂至极的大笑 一顶轿子从天而降 紫薇告诉开心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 就凭你们这区区十二个人 还想挡住我的千军万马 你可真是嘴上无毛 办事不劳啊 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家 换尿布去吧 开心不懈地告诉他 该回家换尿布的人 是你才对 你这个老杂毛 有本事就过来杀了我呀 原来开心事先在周围埋了炸药 转眼之间就倒下了一大片 紫薇却一点也不惊慌 他告诉开心 你的炸药没了吧 可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紫薇念念有词 所有的尖帽子突然全都复活了 紫薇破叫而出 开心一马当先飞向紫薇 两人各自驶出看家本领 在空中打得难分难舍 裴光光抱着一个假人 向冷秋缠招手 冷秋缠老眼昏花 以为是自己的外孙 便追着假人跑 没想到假人掉了脑袋 冷秋缠气的要杀了两人 为外孙报仇 就在他一箭刺向百搭的时候 开心的棍子被紫薇用佛城卷飞出去 佛珠也被紫薇扯断 紫薇哈哈大笑 两手一张 十二人的兵器全部脱手而出 开心大喝一声 十二人手拿圆环 摆起了十二同人阵 紫薇杀入阵中 和他们打成一片 开心从天而降 紫薇挨了一掌 十二同人扔出圆环 圆环互相连接结成一张大网 把紫薇套在中间 十二人一边转圈一边念起了大词大悲咒 紫薇苦苦挣扎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逃脱 裴清光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他的体力快要消耗殆尽 紫薇瞅准这个机会挣脱圆环 一掌打伤陪清光和独狼中 紫薇哈哈大笑 他告诉开心 你的十二同人阵 现在缺了两人 我看你还能翻起什么浪 原来西门雪和西门双两兄弟竟然是卧底 紫薇失去双臂惊恐万分 开心把方丈之位让给了铁空 他要和百搭一起云游天下 铁空提醒冷秋禅 敲钟的时间到了 冷秋禅爬上钟楼 他拿着的不是一根木头 竟然是一个大活人 我求求你 你放了我吧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 希望佛中能够敲洗你 救命啊